你真拆了 行人 有什么结果吗 这些炸弹的部件分别来自 南美洲和非洲四个工厂 然后有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伙 把它们组装到一起 这里的某个爆炸性引气 是由一个叫多尔克的公司生产的 那地方不是早因为打仗 经济崩溃了吗 所以我让梁叔查了一下 那个公司的高层名单和财务报表 结果呢 没查到 这个公司的规模虽然很小 在市面上也没有什么说的 过去的往来生意 但是他们对个人信息保密极其严格 最后只查到了这个 埃莉卡拉克尔 怎么了 很下意 死了 一个公司 不可能有一个死人管理啊 现在有很多大型的非法犯罪机构 都会采取这种方式 把领头的弄死 然后找一个幽灵代替掌权 你刚刚说 犯罪机构 对 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 再查下去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我就停止追踪了 这么庞大的集团 为什么要针对几个女孩 埃莉卡卡 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 夏早安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普通女孩 她是一个国民级的偶像 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上千万甚至是过亿的 现在他们的死亡对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经济损失也是难以估计的 可是这么做也太引人注目了 我们都知道 一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越大 它的破案率就越高 除非有什么非杀不可的理由 不然一个集团 不可能做这种自取灭亡的事情 我倒认为更像是个人的行为 集团可能并不知道 邱子明真正想做什么 可能吧 虽然这些都只是推测 也有可能 是邱子明自己偷偷杀人 或者是我想错了 不过我这边的线索就这么多了 你那边呢 我刚刚找到邱子明的真正住址 别量书了 看看能有什么新发现 那我们现在 等吗 不如 去这看看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们展览结束了 请下周再来吧 这个展览是有实现的吗 你没看我们的介绍吗 我们第四世界画廊 主要展出的是新人作品 甚至学生作品 每个礼拜都会做更新 周一是我们的修馆日 请下周再来吧 多看一眼都不行吗 这是规则 是明显也不行 这里的话剩下的我全买了 谢谢 什么 我得乖乖 现在怎么了 开画廊啊 这要多少钱啊 能买辆车吗 飞机都够了 这么多钱啊 给我多好啊 你发现什么没有 没有 但我觉得这幅画肯定有问题 我觉得每一张都有问题 凉书 你查到了没有 怎么这么慢 还查着呢 我明天约了一个老朋友一起弄 你以为大家跟你一样 干的活这么简单 可是知道家庭地址都不行吗 我翻出的那些名单里 根本找不到这个地址 就算反过来搜 也根本搜不到任何 跟傅小静有关的讯息啊 不对啊 我看过他的电脑 里面全是女团相关的东西 怎么个权师傅啊 就是他的桌面背景平保 全都是女团啊 等一下 怎么了 你看这个 李宫科男生的桌面啊 就要像艺术类女生的化妆台 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的 这是你桌面啊 走啊呢 真有意思 像我们就会把文件夹 藏在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放在桌面上 那你的意思是 邱子明是故意给他们看到的 正确 这么说的话 他早就准备好了 那其他的线索都是假的 我知道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这幅画其实是一串密码 这些数字均匀分布在几个地方 如果能将它们像网格一样 分割成横竖线段的话 那么这些数字 应该会对应着某些字 梁叔 你有没有透明的白纸 有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 能对照的蓝本 应该是这个 十一 十三 数字一 十三 十九 月亮的月 十七 九 黑白的黑 四十二 桃花的桃 打开的开 开始的试 一 月 黑 桃 开 试 秋 礼 你是因为这个视频 而感觉到焦虑 惶恐 所以打算继续接受治疗是吗 是的 但我实在看不出 这个视频有什么问题 你愿意告诉我你的感受吗 隐神 你可不可以保证 不怕我说的话 告诉任何人 早安 谢谢你救了我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从今天早上清晨六点开始 就有大批粉丝 在音乐公司门前进行抗议 要求披露女团杀人事件 所有期间 有人指出 该案件与当年傅晓静意外死亡案件有关 希望警方能够重新彻查此案 姑姑 早安怎么样了 还在睡觉 醒了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想他应该是精神压力太大 导致的免疫系统紊乱 这两天我帮他请了假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但如果之后还有问题的话 可能就需要精神科医生的介入了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精神疾病这种事可大可小 但不能等出了问题 再想解决方案 他跟我说早安做梦 什么 没事 等他睡醒了再说吧 姑姑 那张照片是 这是早安小时候 和他爸爸在老家的合影 早安跟他爸感情很深 如果不是他爸出事的话 早安也不会是现在这样 什么事都自己扛着 夏祖叔叔 我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 坐牢了是吧 嗯 早安妈妈很早就因心脏病过世了 所以我表哥一个人把他养大 但是在早安十二岁那年 突然心脏病恶化 我哥为了筹集手术费 脑袋一热 抢劫了一家银行 十五万的手术费虽然交上了 但我哥也把他自己送进了监狱 当年他被判了死刑 一直在等待上诉 可是就快到合准年限了 他应该也是为了早安着想吧 一直想断绝妇女关系 这件事 应该也让早安心里压力很大吧 这件事 我也没有听早安提起过 你觉得他是一个喜欢 向别人哭诉的人吗 不是 不过 叔叔好像是自首的 而且金额也不高 不会被判死刑啊 其实我哥是被人陷害 什么 我哥从来没想过要抢银行 他虽然缺钱 但到底还是一个守法公民啊 突然有一天有人找上门来 极力怂恿他 参与抢劫 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就只负责开车和打杂 可是那些人却联合起来 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哥 说他 才是犯罪主谋 还诬陷他 杀害了一名警察 死刑的最高上诉七十八年 这样算起来的话 应该还有两年可以翻案 可是寻找翻案线索 却是难上加难 诶 早安 你醒了 嗯 感觉怎么样 还好 我和卡卡有事要出去 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这不是那天看过了吗 怎么 我可以说 我在看到这句话之后 想起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必须从头说起 说吧 你知道ICRA吗 国际重腕调查联盟 是一个由主流国家组成 但是不被政府公开承认的特殊组织 错落于日时落丧 长期有走在法律边缘 执行特殊任务 虽然饱受争议 但是一直在逮捕重刑罪犯 做出了突出贡献 等的还挺多 哪个男人没有做过几年英雄梦啊 我还想过加入FBI呢 FBI可没ICRA有意思 你什么意思啊 我2009年入职FBI 三年后被引入ICRA 担任特别调查员 跨国特工国际刑警 我随你这么想 总之就是负责调查 大型跨国犯罪集团的人 你不信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失忆的人 对你说他是007 你信吗 那你说我哪儿学来的拆炸弹 上场顶楼的补习班吗 好吧 我只是暂时不能接受 我在ICRA执行任务的时候用过的 那你怀疑这是ICRA的人 不可能 ICRA虽然全都是疯子 但他们不可能犯罪 尤其是犯罪对象还是一群女孩 那究竟是谁会接触这种东西 扑克牌 扑克牌是什么 这是一个组织 所有成员都会以扑克牌的花色作为代号 所以他们称为扑克牌组织 关于这个组织的具体情况 我还没有想起来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他们的庞大程度 你难以想想 你的意思是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都是扑克牌组织 那林舒瑶和邱子明 谁是这个组织的人 我已经检查过了 林舒瑶身上的炸弹是靠电波引爆 一旦连接上手机上的信号 它就会在规定的时间内爆炸 而那个信号屏蔽仪 它在打开的时候 会激活林舒瑶身上的那颗小型炸弹 同时也能屏蔽电波的发射 不过 一旦林舒瑶离开了控制范围 那个炸弹就会开始计时 并在规定时间内爆炸 你的意思是 邱子明 那个维修宫 扑克牌组织的成员遍地都是 设计范围也很广 这样想的话 邱子明能弄到炸弹 并且肆无忌惮地犯罪 也不是不可能 照你这么说的话 邱子明这么厉害 怎么还会受到林舒瑶的控制呢 等一下 这个和夏佐叔叔的情况 有点相似 早安的爸爸 对 我听早安的姑姑跟我讲 夏佐叔叔 在为了给早安做手术筹钱的时候 被怂恿参与了一场抢劫 虽然只是个开车的 打杂的 但是却被真正的凶手 陷害成了主谋 杀人犯 那照你这么说 邱子明就是主犯 但我们需要证据 我查到了 你们看 这个案子 就是邱子明 邱子明发布了这么多 质疑傅晓静死亡的帖子 这些呢 原本都被删除了 这边这些 是我重新复原的 依照这些数据来看 应该是林舒瑶 注意到了邱子明的发言 自己主动找到她的 你能找到他们的聊天记录吗 嗯 在这里 你觉得 傅晓静的死有分值 当然 您也这么觉得 我看过你的分析 觉得很有道理 我一直在追寻这件事情的情况 我觉得真的有问题 不如我们聊聊吧 好 不过别在这儿 我们找个地方 但是只要一讲的重要线索啊 两个人就开始约线下见面了 林舒瑶说话也是一直藏着掖着 一个关键责没有 从聊天记录上来看 他俩见面的时间 距离现在实在太久了 很难找到证人 你找一下邱子明的最早发帖日期 好啊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在这儿找林舒瑶的 你们看 林舒瑶的发帖日期 是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四号 这个帖子的大致内容是 质疑傅晓静的死亡 并且表明了自己就是他妹妹 但是这个帖子 在三小时之后就被删除了 不过也不排除 没有人看到的可能 果然 邱子明 是知道林舒瑶的需求之后 故意发的帖子 为了引起他的注意 好让自己 成为他的帮手 没错 这么说的话 邱子明 作为主谋 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被抓了吧 如果 他是故意被抓的话呢 你的意思是 邱子明昏迷的原因 不是一直不祥吗 如果他把这些事情 都让林舒瑶一个人做完 直到他死 然后他再醒过来 那这些事情 就和他没有关系了 这么想的吗 到现在 他也应该醒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警察都来这里了 你说呢 那些事 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我正在修通风馆 我只记得 我打开了盖子 后面的事情 我就多不记得了 你杀了人还想狡辩 什么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我只是个围修工 我在公司修东西 都不可以吗 你说我杀人了 证据呢 指纹 痕迹 DNA 或者 有人看到我也可以吧 协正如不是你杀了 谢正如不是你杀了 在录音室也不是你袭击的 不是 施带如苏恒的良器案件 不是你帮忙策划的 也不是 那林舒瑶呢 对于他的死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你可别忘了 林舒瑶被绑架的时候 谢阳早安和米卡卡在场 他们是有录音的 什么录音啊 给我听一下 录音是正午 想要听啊 欢迎啊 跟我回警局 我怕你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录音吧 想找我回警局 行信给我 没有啊 证据全被销毁了 具体原因不清楚 你这边怎么样 不行啊 都被删除干净了 包括前两天找到的 林舒瑶和邱子明的 雅天记录 我已经全部断开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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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不会被追踪到 怎么样 录音呢 没有就不要装了 就算他只是个从犯 你也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吧 我知道 但没有证据 我们连拘留他四十八个小时都做不到 他家肯定有线索 可是他一点断罪痕迹都没有 下不了搜查令 这是规矩 我们一定要按规矩来吗 不照规矩 跟他有什么两样 我们有资格抓他们 有没有新线索 林舒瑶身上的炸弹 炸得连渣都不剩 连成分都分析不出来 他家呢 搜过了 通信记录 清空了 搬过了复原啊 全拆了 有没有找人去查一下 看看邱子明和林舒瑶两个人 私下有没有接触 人海战术的平均反应速度 是十七天 到时候邱子明早就走了 走 去哪儿 他三个月前办下签证 目的地是东欧 一下飞机就四胡招 假扮成国际难民 又俩这种套人 有没有办法把他拦下来 我们是移民城市 向来都是鼓励跨国行的 但如果我们再不做点什么 他在高龄最多就只会再待二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看来他们早有准备 看来我有点发现了 有删除荡的痕迹 能恢复吗 那当然 什么时候发现的 什么时候发现的 十分钟前有人寄来这封匿名举报邮件 这东西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傅晓晋多年前拍摄的影片 目前没有公开样本 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女团成员 出去玩的时候自己下拍摄了 据报人说 上周三他收到这封邮件 当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但他发现是AO女团前成员的时候 选择将这封邮件寄给警方 举报人是谁 怎么会收到这种东西 对方不愿透露性命 但他邮箱账号是2515 女团几个人的邮箱账号 分别是2511到2514 还有林树瑶的是2516 所以我们推测是记错给他的 记错 怎么可能 记错就记错 重点是 寄件人是谁 他寄这个东西是要干嘛 寄给女团 恐吓吗 先这么认为吧 能查到寄件人吗 举报人给我提供了一串IP地址 我们简单查了一下 最后锁定对象是 邱子明 机票已经安排好了 签证也已经处理完了 那就行吧 邱子明先生 刚才我们收到的一封邮件 有人匿名举报 你借过傅晓静的视频 给其他女团成员 这个你不会否认吧 我承认 我以前是傅晓静的粉丝 但是 不对 什么不对 不对 这不可能的 我 我是病人 你们不能把我带走 毕竟不 我记得 病人是可以申请交医的 好啊 没关系 你可以继续住在这里 只是 你得戴上这个 我的身体里 住进了别人的心脏 严寂是因为你才被害死的 不是事故 是谋善 盖利真的能够杀人吗 你也觉得 真邱子明被杀了 要是能找到什么证据 可以证明这个邱子明的身份就好了 那这个嫌疑人是谁 是余霄吗 是的 不是事故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